那么关于网络基础里面的最后一个叫拓补结构图 那需要注意就是这个呢是扩展的 这个属于扩展的啊 在反馈里面呢不会体现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很重要 拓补结构图 什么叫拓补啊 拓补呢就是说把我们现实生活或者工作中的计算机网络 这是实体的 把实体抽象层与其大小形状没有关系的 点 把实体的东西 比如说计算机 实体很大 那我抽象成一个小图片 很小的一个计算机啊 这个呢就是 点啊 然后呢把两个设备之间的一个通信连接 这个线网线抽象成一个线啊 然后呢用点和线把它连起来 这张图我们就称之为叫拓补图 拓补图呢主要的作用呢是在我们研究点和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比较方便 比如说你要研究这个网络结构 你真实的去看电脑看网线 这个很麻烦 但是呢我们看图一目了然了 所以拓补结构图的作用就是这么个目的啊 其目的在于研究这些点和线之间的关系 这个称之为叫拓补图或者说拓补结构图 那么在网络这里面呢拓补结构图呢一共有六种常见的或者说七种也可以 六种和七种都行 有以下这种结构 第一种结构叫新型拓补结构 所谓新型中间有一个hub 称之为叫线器或者说交换机都行 然后后面呢拖了一堆电脑 那这种就是新型结构 新型结构 然后第二个呢叫总线型结构 总线型就是中间呢有一条主干线 然后主干线上分出一条线 再分出一条线 再分出一条线 这个称之为叫总线型 总线型结构 第三个呢 环形拓补结构 环形拓补结构 一条线圈起来 然后连接着煤台电脑 那这种结构的话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万一哪一个线中间断了 是不是通信就比较麻烦了呀 就麻烦了 总线型的话 虽然看着也感觉上一条线 但是你看我这条线断了 你没影响他们之间的东西呢 不影响啊 看着有点像 其实不一样啊 第四个呢叫素状 拓补结构 所谓素状就是最上面有一个 然后分出两个 然后到这边呢 又分出两个 再分出来 再分出三个 有点像这个 我们有个专业名词叫 凹叉数 就是一分二二分四 四分八八分十六 数状结构图啊 路由器 路由器的话 对算 路由器就算啊 路由器就路由器 加用路由器那种形式 可以无限往下去分 那这种就属于素型 拓补结构图 然后第五个呢 叫网状 网状结构图 网状这个就复杂了啊 看一对几啊 一个电脑可以对应着 多个电脑 还是直连的 这个是网状结构图 最后一个 混合型拓补结构图 所谓混合型就是 它可能用到了以上的一种 或者多种类型的结构图 把它混在一起了 叫混合型的 那么这么一来几个呢 六个了吧 这六个呢是常见的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在这 还有这个呢 我们上面是不是都通过 连线连起来的呀 那么需要注意 这个是没有线的 这个称之为叫 蜂窝网络结构图 移动蜂窝数据嘛 蜂窝网络结构图 主要通过无线的 如果说七个 就算上蜂窝 如果说六个 就不算上蜂窝 像那么一个问题 再跟大家问个问题 我们教室属于 哪一种结构图 教室的属于 哪一种结构图 有同学说总线 有同学说心形 有同学说竖形 反正这个各种各样的答案都出来了 那么教室里面呢 属于的是新型的 教室属于新型的拖布结构图 也就是一拖多的 一个拖多个 两个教板机 把整个教室都拖起来了 所以属于新型 是两个新型 这个我们教室是新型 以后呢 看到得认识 这个总线形得像什么呢 总线形其实像我们这个 有点像家里这个电话线 其实门口是一个主干线 然后呢 如果你家需要装电话 我从这个线上 给他牵出一个分线 然后接到家里 是吧 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吧 家里的电话呢 就像这个总线形的 然后环境的这种的话 很难想象出有一个案例 咱不大容易想得出来 宿装的很好想 刚才同学说了 家里的这个路由器 就可以一个先拖两个 然后呢 路由器又可以去连路由器 是吧 不管是桥接 还是信号转发 都可以一拖多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竖形的结构图 网状这个的话 也不常见 网状也不常见 网状的话 就要求你一个电脑 得有多个网线 多个网卡 因为你要插几个网线 是吧 所以这个就不怎么常见了 混合型的呢 一般在大型企业 真的比较多 在大型企业比较多 蜂窝的话 这个就更好说了 电脑的无线 手机的无线 它都属于蜂窝网络 那这里面是七个网络类型 这个图 为什么要讲这个图呢 以后呢 一个是 如果说你打算从事网络运为这个方向的话 你可能要涉及到公司的一个布线 这个布线 不是说拿到硬件 拿到计算机 拿到网线就去布了啊 你得先去设计这个图 先得设计这个图 然后这个图呢 设计好了之后呢 还需要去审核一下 这个图是否可行 就这种结构 对于你当前的公司 是不是可行的 就是可行性 如果可执行性比较高的话 最后呢 再去根据这个图 去布这个网线 不是说拿到硬件就直接布了啊 先去画图 有了这个图 有了这个参考 才能去做这个 不线操作 所以一个是得能画出来 另外一个呢 以后你看到人家这个图 你得知道 它是什么网络类型 知道什么类型 然后呢 每个类型呢 分别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脑子里的有个印象 这个是布线这块 网络几个图